風流不要下流 這個是男人最重要的 風流不要下流 其實怎樣為之 這個說話很多時候 媒體經常有個很帥仔的說話 我風流但我不下流 那怎樣為之風流 怎樣為之下流 第一最重要是不要說口疏 嬌細 洞洞大 給錢慢 飆東西快 那就第一衰 OK 對 口疏 口疏 有很多男人 我們男生要守這個守則 因為他和你 平水相逢好 一夜情好怎樣都好 你能夠碰到 有一個情緣在那裏 你會珍惜和欣賞 因為你要保護對方 將來要嫁人的 是不是 你男人或者你不要緊 但是那個女孩子 他就算今時 他是開放一點 豪放一點 他是未成長 或者年輕一點 但是他有朝一天 他會嫁給蛇王子的 說不定 嫁給紳士的兒子 你一唱人大當 那你只是害他 是不是 這個是道德來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男人出來玩 你一不口疏 你認識不到好女人的 吃了一堆垃圾 大家就在那裡鬥上大當 是啊 那個是一個 會扯低你那個人生的 level 你變成一個 不會升級自己的靈性 你將一個神聖的東西 你再加上 你這麽細俗化去歪曲它 大家互相傷害 你這個不值得的 夠了